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影片之前 記得點讚、分享、訂閱 按旁邊的小鐘 幾時有新片就可以馬上看到 紐西蘭直晚將麥道朗 在香港粉絲心目中地位很高 他幫浪漫勇士捧澳洲葛時盾 搞到沈澤成不知幾high 而麥道朗早前來到香港客串 不斷已撿了15win 麥道朗在禮拜日會重臨香港 在主題賽事G1董事盃 幫姚本輝跑奧游氣泡 這隻2023年的打比民主 上場初配麥道朗出戰香港一里錶 雖然被馬王金槍60彈掉了 但這個第二都相當督定 證明他和G1馬有得廢 今場沒有金槍60彈 亦沒有浪漫勇士 看來我遊戲拋 有機會在董事盃封王 另外麥道朗兩隻完蛋日的頭馬 上拼常用和氣勢 特意報回今期賽事 很明顯是等他回來博殺 上拼常用 今季轉到姚本輝馬房 整隻馬有生氣 最近兩場田草千八米 配八米高和麥道朗都easy win 今次雖然勝班和真情跑二千米 但本身這個路程跑過第四 絕對不可忽視 至於李國能名下氣勢 這隻三歲仔認真早熟 跑了四場拿到三冠一啞 上場麥道朗都省了位 在內蘭沙上來 頂逐潘頓家應高星整條直路 麥道朗的發揮真怕爛手掌 今次人馬再來 又會和潘頓家應高星再練過 蔡若翰上個星期六博殺連場失手 金榜之星 健康快車 鐵金剛 和精算謀略都是跑第二 搞到全日交白卷 認真無人 星期日董事杯日是反擊的時候 事關近九季同日 蔡若翰都可以贏馬入海旋門 上季更加憑旋風飛影 自尊高飛 和息總少大帽中三元 蔡若翰今期出馬 又多又惡 除了麥道朗騎氣勢之外 安泰和金會猩猩都是撐屎馬 安泰是一隻慢熱馬 上季到最後兩場才獲得一喊一跪 今季跑兩場熱身 接著就開始入局 上次潘頓幫他開壺 今次會喊笑禮這位蔡若翰新殺手 有機會再下一城 金會猩猩這隻四歲仔 頭三場跑谷草成績一般 帶上場轉離田草千四米 夠膽打到2.9倍成為大熱門 可惜山山來遲跑第三 今場潘頓五放手 看來很想贏馬交代 文家良馬房的善傳萬里 今季跑四場只獲得一個第二 表面看就一般 但今次減隊59分落四班 又有不同看法 因為善傳萬里 以往三次平59分出賽 成績是一貫兩瓦 今次潘頓拿回來騎 擺明居馬要幫寶梁之友團體拿位 文家良和布民這一對騎練都幾合 尤其在田草千四米 文家良兩隻馬 潮州大興和逐夢年代配布民贏了 今次田草千四米 文家良有一線路神話初配布民 即是怎樣? 即是告訴你博殺 今次有幾隻馬曾經缺過貨 包括黎超聲的愛心神區 由9月28號至10月29號停了32日 還有審習城的結伴同行 由11月22號至28號停了7日 至於文家良的致敬區 由9月21號停到10月9號足足19日 還有賀然的增強 由10月19號至11月2號停了15日 又看看這幾隻馬 今次上陣是怎樣的環境